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阿華的頻道 今天天氣非常之好 春天快到了 加拿大的天氣已經非常暖 現在早上出來 九點鐘都有七八度 對於我們阿華省來說 這個天氣是非常漂亮的 今天出來派外賣寺 以前我們通常 一年都會自己 儘量派兩次 剛開春 4月5月派一次 過母親節 聖誕節下雪之前 又要派一次 我就說說這麼多年 在這裏 就像我們這些小小的餐館 你在這個小鎮 這個小鎮我們做的 15年前就是2萬人口 現在已經發展到4萬人口 即是雙倍了 這個浮現在大了很多 以前我們都會被郵局派 他會扔到人家的信箱裡 但我們派了很多次之後 發覺那個作用都不是很大 所以其實自己派的時候 就節省一些錢 但是呢 就辛苦很多的 就早上出來的時候 就一家一家這樣派 還有就算我們在外國這裏 派外賣寺 和國內是很不同的 國內或者你去那些 廣場啊 人多的地方啊 派一些 派一些廣告寺給人 但是這裏就沒有的 這裏不流行的 今天我們出來呢 派這邊呢 就是一個比較舊的區 那些屋呢 普遍呢 就舊一點的 還有呢 它那個 前院後院呢 比較闊 所以我們走的路呢 今天比較多的 好像很多人的門口呢 它是會有些油箱的 那你就把一張紙放在這裏 那通常如果你走到一些 家門口呢 有些狗吠聲那些呢 通常我就不建議走過去的 那因為 那些狗很多都很兇的 所以呢 又要 注意安全 那有些人家門口呢 真的很有心思的 家裡也放得很漂亮的 哇好可愛啊 有些狗仔 貓仔 那些 那有些人呢 就很nice的 那他出門口呢 他就見到 一張外賣紙 那他就問你 哇你這間店 在哪裏的啊 吃些什麼餐啊 這樣跟著 跟他聊了一段時間 就是你是很不可思議 你做了十五年 然後依然還 有人不知道你這間餐廳在哪裏 所以是 是 假如我們都是有需要去派一些外賣紙 讓人家知道我們這間餐廳的存在 真的 實在是 很搞笑 那通常呢 因為我們 在這些小鎮裡 那個人口流動性很高 那些人呢 又搬進來 又搬走 所以呢 你是要不斷地去派一些外賣紙 讓人家知道你 這間餐廳在哪裏 吃些什麼餐 那當然呢 以我們做了這麼多年的經驗呢 那 有時候你派外賣紙 人家不太喜歡的時候 有些人就說 你不要扔東西在我門口啊 這樣 就跟他說聲sorry啊 然後就拿回走了 其實都是很平常的 哇 天氣真的非常之美啊 今天 那通常呢 這裏的人呢 都是很nice的 下間不中 才 遇到一兩個 是特別 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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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那個互聯網就很發財啦 不像我們十幾年前啦 真的 完全是扣人手這樣去派的 現在你可以不用派的 因為現在全部是扣那些平台啊 這樣 就有很多平台的 但是呢 我們就比較勤力一點 那平台也有啦 因為人家有平台的時候 我們也有啦 人家沒有那些東西 我們也要做啦 我們中國人有句說話 不辛苦啊 找不到世間菜啦 所以呢 都是自己親力親為好一點的 哦 那這裏呢 就有一間洞牌了 意思呢 這裏呢 這間 是放著盤的 有沒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叫經紀帶你來看的 每家每戶呢 門口都有一個 信箱仔 其實你派外賣子 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你 可以就是 吸收一下新鮮空氣啦 這樣可以 走一下路啦 在這裏真的好少走路的啦 去哪裏都有搭車啊 自己有車出門口啊 那 出來走一下 這些天氣這麼漂亮 都挺好的 因為我們又不會 這麼早開門 通常都是要 十一點半開門 這樣 你現在九點鐘回到去 都沒有工作的時候 那出來走一走都挺好的 今天天氣是好的 昨天呢 多倫多那邊呢 就日全食啦 百年一次啊 那我們這邊呢 今天天氣都是 好美啊 通常我們現在看不看到 舊區呢 屋二屋之間呢 是很寬的 所以呢 你派起上來呢 那個運動量都是很大的 那現在啊 那現在啊 新區的新屋呢 就在這裏慢慢貼上去的 那如果你看到舊區的話呢 你看那些樹呢 那些樹呢 那些樹是特別大棵啦 那 走到來這裏呢 那我們就看到這間屋呢 就鬍子就賣了出去啦 那就是它轉了主人了 那所以呢 我們就 周不時都要耕生一下 啊 那 新一下舊一下 轉來轉去的 所以必須是要很努力的去做這些宣傳啊 那那通常你去到人家家的門口 那個信箱那裡寫著這個呢 就 盡量就不要放了 就是很多人家呢 他不想 人家放很多那些 廣告啊 或者報紙放在門口呢 那他就會動一個這樣的牌子在那裡的 那還有呢 他屋二屋之間呢 都是很多草地的 那盡量都是 不要踩人家的草地啦 那啊 那啊 真的都是走遠一點的啦 但是有時候呢 很近就在隔離兩步的 那都是 啊 偷下雞的咯 還有有一件事呢 如果你踩人家的草地的時候 你要很小心的 因為有很多時候呢 會踩到狗屎 我現在走了四十五分鐘左右 我開始已經覺得好熱了 啊 這件外套呢 要脫了 其實我覺得呢 這個疫情呢 改變了很多人那種 平時的生活習慣 以前的人呢 會多些出來吃飯啦 現在呢 多數呢 那些人都會 外賣啊 送餐上門啊 就是比較多些的 百分之八十都會是送餐的 那現在糖食都是少了很多的 還有現在的人呢 真的懶很多的 現在你買一杯咖啡啊 買一杯珍珠奶茶啊 就是那些飲品呢 都說要送餐的 現在 去買兩罐牛奶回家 都是要送餐的 很多我們的華人呢 來到 外國呢 就是移佐民來這邊呢 多數都是做餐館的 那餐館現在呢 那個成本很高的 就越來越薄利了 這裏呢 做餐館呢 主要呢 就是 請人比較難的 那請一個 真是 很踏實肯做工的人呢 就是用心地去做這份工的 在餐館這裏呢 就非常之難的 特別呢 現在的新移民呢 就不會像我們 這個年代的新移民 那麼捱得苦的 以前呢 我們真是 一日扯足十幾個小時 都沒有軟然的 因為我們呢 是第一代移民 我們呢 就會比較 知道呢 是一定要扣自己去打拼的 捱中也好 什麼都好 因為我們又沒有在那裏讀書 除非呢 你在那裏讀書 你有文憑 可以找一份 比較高身一點的職業 但是只但是 加拿大這裏呢 其實 你 人工高呢 那個打稅呢 都很高的 不過其實你 下袋的 其實都不是這麼多的 那反而呢 好像對於我們新移民來說呢 我們 找一些餐館的工啊 有些 提示啊 是現金的 這樣反而呢 就 生回是輕鬆很多的 那現在我們的小孩是在那裏大 那當然我們都不想 那些小孩像我們那樣辛苦啦 哇 給大家看一下 我看到有一隻兔仔在這裏 實在太可愛了 我慢慢走過去 牠走啊 你看看牠走啊 另外一邊呢 看到那些人呢 拖著狗仔出來 放狗啊 那今天呢 那就拍到這裏了 差不多了 要回去開工了 多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多謝了